今天的信息就是 《每天审贝按照行为》 为什么要特别这个题目呢? 因为很多人知道 我们恩信称义信靠耶稣得救的 他们觉得去到天堂 耶稣问你有没有信耶稣 你信耶稣没有入天堂 很多人就会这样想 但其实圣经的经文是 没有一个经文是说 在去天堂的时候 去审贝的时候 由耶稣问你你有没有信我 耶稣是全部的 你看到的经文 都是说到我们将来要按照 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惡受报的 首先我要讲第一个真理 大家希望记得 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 不是靠行为 是信靠耶稣得救 不过信耶稣就会有果子 有生命的果子 但第一件事就不是靠行为 不要以为今天我们讲到 这些是得救必然有的果子 得救必然有的果子 我必然做 就是要靠这些行为 其实不是 这些是果子来的 就是一个后果 就是好像一棵树 它是不是有了果子才有生命呢 我想问大家 棵树会有结果 是不是因为 就是有果子 于是它就有生命呢 不是的 它有生命因为 它的粒子有生命 然后你给水给太阳 它 它仰大 那生命 生命有的时候 就会有什么 有果子 就证明它是活着的 这棵树是活着的 那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分清一个是 生命的来源 是从它里面的生命 而我们的来源 是从神而来的 由我们得救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各样的改变的 好了 那首先这个经文 希望大家会记得 那在这里呢 中文圣经翻译 也恩若信 其实原文圣经呢 直着信是更加是准确的 因为它呢 英文翻译就是 就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不是by grace and faith 即是恩信 直着恩典 又直着 我说正义 本福恩是存出于恩典的 就是耶稣的救恩 又我们直着信耶稣 来得救的 所以有些不同的 我们一起读 直着信不是讀恩着信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直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次的 又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如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唯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那为什么这个 直着信和恩典信 那么分别 那么大呢 我想解释一下 我想问一下大家 有一天 假设有一个人 跌了下水 快要浸死了 那他呢 人家就救回他了 救回他呢 那他当然很开心 那他回家 告诉好多人 他说 我今天差不多浸死了 有个人来救我 那我就 他用他的说话 幸好呢 我捉住他的手 我捉住他的手 所以我今天回来 我想问一下 通常人会这样说 我差不多浸死了 有个人来救我 幸好呢 我肯捉住他的手 于是 他呢 我就回来 通常人你会怎么说呢 我差不多浸死了 有个人走过 真是好 那人走过身的手过来 捉住我 那我当然捉住他了 通常人都不会说这句 他捉住我 那我回不了你家 要不然我今天回不了家 你这样 是不是会这样说 就是会说这个人救我 就是说 我肯捉住他 那这两个东西 我想问一下大家 他救你 这个是属于什么 人 然后我捉住他 是属于什么 信 就是我捉住他 我信靠他 我捉住他 所以呢 当人家救我的时候 我们不会夸扰 我肯捉住他的手 或者是另一个比喻 有个人快饿死了 有个人见到他这么可怜 我才吃东西给他吃 他吃完就告诉别人 我说今天差不多饿死了 不过有个人肯给我吃 于是我就肯吃 我肯吃 所以我现在可以不吃 他不会夸扰他肯吃 因为肯吃 只是一个拿礼物的方法 人家给他吃 他拿礼物 同样我们得救 信只是一个拿礼物的方法 这个我们在神学上分辨 就不会搞错 这个其实好像很细微 但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当人夸扰他的信心的时候 他就觉得我信耶稣 所以我很厉害 其实信耶稣有没有可夸 是没有的 就是人家救你 你快要浸死了 救了你 哇 真是你多谢那人救你 就不是多谢我自己肯捉住他的手 所以我们要分清就是本乎因 出于神的恩典 有借着信 为什么不用那因呢 因是原因 因由来源 信心不是得救的来源 是借着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 我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圣经 其实这样翻译 比较准确的 就是出于恩典 借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 我好清楚讲到 不是出于自己 是神所知 又不是出于行为 不是靠我自己 因为是神救了我们 我们没有人救了自己 全世界宗教有什么分别 和耶稣有什么分别 就是他们全部靠自己 我做好人 那他还觉得 我们这样才能力 我们靠自己 是啊 但是人有多能力呢 所有靠自己的人 是不是他们没有罪呢 其实都有罪 他怎么可以靠自己 救到自己 所以一定是靠神的 也不是靠行为 因为如果我们靠行为的时候 神一追讨 你有没有生气过人 你有没有贪心过 有没有怨恨人 有没有不饶恕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得救 所以不是靠行为 是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是神的工作 这个工作的意思 他原文的是creation 神做我出来 我本身是死了的 神将我再做 在基督耶稣造成 这个做 这个creation 在耶稣里面造成 为了叫我们行善 这里看到一个关系 是谁救我们 耶稣 他将我们重新造 做了之后 目的是什么 行善 所以很明显看到 目的是行善 就是好像大家 如果去买一辆车 那你买一辆车 那你买一辆车 那你这辆车要来做什么 载人 为什么你买回家 怎么知道你发觉 开不了这个车 那你回家 你跟那个 买车的公司说 喂 你这辆车开不了 如果他说 是的 我这辆车开不了 只有个体 那我不要这辆车 另外一个说话说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神要退货 这个不合本 这个不合适 这个不合适 因为基督徒没有行善 没有生命改变 证明他有问题 所以基督徒 个个都是 神的目的 做了我们 在这个世界影响周围的人 你有没有影响过一个人 难不难 告诉他耶稣多好 已经影响到一个人 其实不难 你肯的话 尤其是我们服侍队 每次过个礼拜帮人 真的帮很多人 那希望大家 我们个个都 接受训练 成为辅导和服侍队 跟着呢 我们可以祝福很多人 神就会 喜悦了 因为我们神做 我们的目的就是行善 就是神预备 叫我们行善 已经预备完了 在天上已经预备完了 而所有做的小事 就算一杯凉水 神都纪念 何况我们帮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要两个 真的要记得一起读一下 我们悔改信主得救 我们得救不靠行为 我们悔改信主得救 方法永远都是悔改信主 不是靠行为 但信心一定有行为的改变 恩信称义是圣经很重要的真理 但是不是唯一的真理 问题是哪里 有些人以为唯一的真理就是恩信称义 我只信耶稣 他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改变的时候 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起读一下 恩信称义 白白得救 恩信称义 其实这个字应该用直信称义 比较准确的 直信称义 不过用虚恩信称义 我这里写 其实写直信称义更加好 接着第二句 信心必产生与主关系和生命果子 就是这个信心会产生与主的关系 就是我们会有心想与神有关系 以及有生命的果子 就是会产生与这个关系和果子 由下面那里 去天堂见主时 神不单问我们有没有信主 他有问我们的生命 其实圣经都不只是说到去到天堂 因为呢 其实这个全方向上是好的 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就是说 神为什么会让你入天堂 的而且确是信耶稣 这个通常有答案就是 我信耶稣神让我入天堂 这个就是说信耶稣是个入门 但是信耶稣是不是就是以后 神只是问我们有没有信耶稣呢 去到天堂 是不是神只是问我们有没有信耶稣呢 去到天堂 圣经说 不只是问我们有没有信耶稣 也都问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 所以去到天堂呢 神不是就是问你一句 为什么我让你进来呢 那你就说 我因为我信耶稣 而是呢 也都他这个人生命的表现 但是他不是靠行为 而是这个表现证明他有真信心的 可能有一个错误的教导 你们不读了 因为错误就不要读了 信了主不论行为就得救 真的有这样的 我也都曾经宣教 有牧师跟我说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那些人 都是相信 总之信耶稣就得救 就不要说有些信耶稣不得救 不过他又说 你可以鼓励人去遵从神 你可以復应他生命 可以 不过你就不要说那些 未改变那些就不得救 那我免得跟他拗 但是我 因为其实我鼓励人 为什么遵从神 为什么侍奉神 已经是会令到人 会有心侍奉的 就是说信主 这个是错误的 信了主不论行为得救 这个是错误的 又重生就有好行为 有好行为就有上次了 但是我想说一说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他将得救和重生分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信主就是得救 但是未重生的 什么时候重生呢 有些人他用的方法很特别 他骂人那些未重生 他有些人打麻将那些未重生 贪心那些未重生 然后有一天他忽然醒了 他醒了那时他重生 他说我不打麻将了 我不骂人了 我不说谎了 那时他重生 重生就有上次 这样分开 有很多基督徒是得救未重生 这一样东西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 是没有的 因为圣经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看都不能看 不用看 根本没有可能进入 所以只说信耶稣 不代表有得救 信耶稣一定有重生 生命一定更生 重生不是人做得到的 是神进去 改变我们的生命 重生有什么迹象呢 你就会犯罪觉得不舒服的 你重生的基督徒 会觉得犯罪不舒服 而且你会想跟从耶稣的 你会想继续信靠耶稣的 你会想有一天去到天堂 你都会想悔改 有什么犯错 立刻会知错 会想改变 又会想祈祷的 那这个是 亦都想去周围的人信耶稣的 这个是得救之后的表现 是很自然生出来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初信那时候 其实我 我都不记得那时候 到底我没回教堂 因为我初头信耶稣 是没有人叫我回教堂 我自己 有一天见到一个同学 他说回教堂 我就说 我能不能跟你去 那他就带我去 在报道会 其实我们一班同学 看着我 表示信主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 邀请我回教堂 后来有一天 我见到一个同学 乘搭巴士 我住在彭卜地的时候 因为彭卜地是缩了下去的 就是电车路由沙基湾 一直去到 叶利地城 一条车路 但是彭卜地走进去 他走到彭卜地 我说你去哪里 他说去教堂 我就在想 因为那时我已经 听过关于耶稣 我又试过在报道会 举手 又给了一个咸售课程 我就参加了十课的咸售课程 我心里已经对耶稣 是很有心 但我又不知道 即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教堂 又没有想过去教堂 接着他就说 他去教堂 我就在想 想了很久 可不可以叫他带我去呢 等了一轮 接着我就说 我可不可以跟着他 他说可以的 接着他就带我去 但后来到我现在见到他 他是说他现在都不信耶稣 不过那时 神使用他带我去教堂 我都跟他劝过他 但他现在来说是没有兴趣 我希望他真的会跟从耶稣 即是说当我信主之后 我真的里面有改变 我还记得我告诉同学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犯罪 觉得很不舒服 他就告诉我 就是圣灵进了你的心 你就会犯罪不舒服 大家有没有这个情况 你犯罪觉得不舒服 有的举手 你会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就是神在你里面改变 还有你会想祈祷 想跟从神 如果你有这种改变 就说你已经是得救的 好了 但有些人去错误的教导 得救和从神是分开的 其实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 从神的就是得救 他就认为信主 要罵人 不祈祷 仍然可以得救 以后呢 就是他将得救和从神分开 他还有呢 如果你要上次 你可以 就是你不用做那么多 你相信耶稣就可以了 你不用让造了 你相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 不过你没有上次 他就将基督分到两中一中 他已经去到天堂 就没有上次 第二种说去天堂有上次 有些基督徒说 我不要上次了 我要地上那些东西 那我就不用上次 但其实这个很错误的观念 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是说到 真信耶稣就会有生命的改变 有些人都未必这样说出来 不过他的行为 是表示是这样信的 他说我已经信耶稣 我已经回教堂了 我可以去天堂 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说 即他生命是没有改变 但是他以为他去到天堂 最惨就是他以为错了 其实上教堂也有很多时间 每个星期去都用了很多时间 但是他白做的时候 其实是浪费他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 审判是按照行为的 《雅各书2章26节》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即是信心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即是不得救的 我们一起读 不是靠行为得救 行为是果子证明有真信心 即是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真信耶稣 就会有果子 就证明他有信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改变的时候 就证明他的信心是死的 即是说有基督徒一到听到 就会睡觉 我真的见过基督徒是这样的 一到讲到 即是 有时有些人会说 听听一下睡觉 他不是的 他一到讲到 立即就准备睡觉动作 因为这个深圳睡觉的时候 他最有兴趣是什么呢 回来见一班朋友在聊天 去喝茶 甚至有些是这样的 约在一起开桌去打麻将 你没听过 我听过很多 完了崇拜 大把游 大把游在教堂里面 就去打麻将 这个是 即是有些人的行为 即是 这种是其中一种 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的方式 有很多基督徒的生命 是叛倒人的 那些也是很惨的 因为他会伤害人 令到人对耶稣是反感的 那 跟着我们讲 就是 聖经讲的经文 审判是按照行为的 高龙德后书五章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你画善画恶受报 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是什么 按照什么 你有没有信耶稣 按照本身所行 你做什么 画善画恶受报 是善的 是恶 这个善就不是说 我有捐过钱 践起桥触路 这个就是善 在神里面的善 这些都是包括的 最重要是跟神有关 是帮助人 见证耶稣 帮助人的灵命 有幸福一五章二十九节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恶的復活定罪 就是为一个人 他行善 他信 这当然不是普通行善 而是他真信耶稣 而行善 他復活就有生命了 但如果他作恶一生 是骂人 伤害人 没有跟从神 他復活是定罪 这两个经文很清楚 说到是按照他的行为 按照他本身 你找《全本圣经》 是没有一个经文 说在审判的时候 审判的时候 圣经说得很清楚 得教的本负 因值着信 但没有地方说到 审判的时候 是按照信心的 到审判的时候 人的说话 会句句句句出来 白太十二章三十六节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行话 当神悔的日子 必要句句句公出来 因为要憑你的说 定理为二 又要憑你的说 定理有罪 就是审判的时候 句句句 要公出来 这个经文就是 大家Е会说出一个问题 一定会讓我有说出一个问题 先就是到审判的时候 基督徒的行为 好的一定会供出来的 一定会 不过犯了罪又求主 要不要供出来呢 这个就是一个在神学上 就是由圣经的经文 不是绝对肯定的一个点 有些人说 圣经有些人不肯定 神就很肯定 不过神没有说完 有些东西 他没有说完 在这里说就是 句句要供出来 根据这句说话 似乎就是基督徒的行为 就是行为要讲供出来 就凭我们的说话 定我们为义 或者有罪 但是圣经有说过 有射面忘记我们的罪业 到底这两个东西是怎样解释呢 因为有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在神里面 就是说这些 已经是他有以往的罪 神就说你以往有罪 不过已经射面了 可以这样过来 就是说神已经射面了 供出来 只是在一个 有可能就是说 不用供就射面了 一个可能性就是要供出来 然后射面 就是两样的意思 都可以有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到时去find out 到底是不是要句句呢 供出来 可以只向耶稣供 或者全世界的人供呢 因为基督徒正是供 定我们为义的那些说话呢 那些定我们为罪的那些不用供 只是定我们为义的那些好的说话呢 就要供出来 那这要讲到两种 一种呢 就是他定他为义的 他是帮助的 但是另一种人的说话呢 说出来呢 是伤害人的 这样的时候呢 是定他为罪的 所以你讲闲话的时候 想一想 有一天全部人面前 可能要供出来 到底是不是要供出来 或是未供出来 就全部适应了呢 我不知道 其实按照上的经文 是很大可能 是要供出来的 供出来就是说 我们做过什么错事 你收起来 做过什么不好的 全部要供 所以以后你讲真人的时候 你就想着 有一天全部句句要供出来 那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想问你一件事 譬如你一路讲一个人的闲话 讲他什么不好 然后发觉他在门后面站在那 你的感觉会是怎样的 你一路讲那个人的不好 然后发觉他站在门后面 你知道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立刻很害怕 很尴尬 死了 我只先一路讲他的闲话 原来他一路听到的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害怕 如果到审判的时候 跟着神就说 你全部那些所有犯过罪 全部这些全部要供出来 你怎样说过哪个人的闲话 怎样得罪过人 全部都供出来 就是有一天 我们曾经怎样诋毁人 要在他面前 全部供出来 是不是会很臭怪 所以当我们 这个门口脸大 要讲闲话的时候 你便想一想 你说什么话要供出来 你说有时我们要帮一个人 都要说 那时候呢 还有一个心是爱心的 那你怎样说呢 那你怎样说呢 他有这些问题 我怎样帮他呢 那是否他的态度很不同呢 但另一個人說,他這樣的人真是該死,他真是壞到不得了,加零一,哎喲,我見到他的眼圈,這些說話很明顯不是造就他的 但如果你說,我見到他的問題,我怎樣幫他,這個很明顯是正面的說話,所以我們就想一想 有時說,他先壞,他先說,我先說他,那我先說他,那大家打和吧 我想問你是否打和的,不可以打和的,就算他說過你多少,我們講的行話都不能夠打和 所以我們,人家怎樣說,我們,我們,那你又,活的聲音吞了他 其實我們的方法是甚麼,不用介意,他說的說話是沒有權並的,在耶穌裏面,根本全部是化為烏有的 好了,馬太二五章,有講到兩個比喻,都是講到按行為受審判的 所以這個,我們就看得到,在審判的時候,馬太二五章,三個比喻都是講到末日的 第一個就是十童女的比喻,那這個就是講到我們的生命,有這個由,和神的生命,救恩,或者和神的贖靈的生命 然後就講到五千、二千、兩、一千、兩、一千、兩人子分給三個仆人 然後這個中心的仆人又怎樣呢? 我們一起讀下面那裏,請按,請按,我又賺了五千 主人說,好,你者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當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來管理,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但如果你到天堂的時候,耶穌說,好,你者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聽到你會怎樣呢? 很開心,是吧?感謝主,嘩,我聽到你聽的時候,好像有些電流經過你的身體,嘩,神啊,稱讚我,多謝天父,多謝天父 那一定會很開心,不過你說,不多的事,其實我們個個都不夠多,我們可以更多愛神 由早到晚愛神,你愛神,你整天想的東西就多些,多些是合乎神的心意 可能神都是說,不多的事上,不過多過以前,我希望大家都有個心態,我希望多過以前,更多的事上的中心 那我要派很多事派你管理,那有些人會說,我上天堂,我又不是想管理東西,有甚麼所謂,管不管你,有甚麼所謂 但如果神叫你做,一定是,一定是好的,即是在天堂上,你是管理,管理,聖經講到有管在十座城,五座城,一座城的 其實你說,我都不太在意,不是管理那麼多,不過你去到天堂,你會很享受 你會很享受,你能夠,在天堂上都能夠祝福人,然後還有甚麼呢? 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可以去享受,所以要講到天堂的特色,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快樂 在這裏,主人有沒有說,你有沒有信我啊?他有沒有這樣問啊?沒有啊 雖然這個主人,這個博人有沒有信他主人啊?有沒有啊?他有 但是呢,在這裏,他不是問他有沒有信,因為你的信心有沒有行為 當然,他的信心有問題,耶穌會顯示給他看他的問題的 然後那一千兩人子就埋藏在地裏面說 哀哭切齒了,這裏是不是天堂這個形容? 外面黑暗,哀哭切齒,這個一定是地獄 那有些人就說,沒有侍奉就去地獄啊? 他意思就是說,我們信耶穌就是得救,但我們信耶穌總有侍奉 這個侍奉,不是一定在教堂的侍奉的 你可以祝福周圍的人,但我們的教堂令到你更加容易侍奉 一個人都可以去輔導啊,為人祈禱,一步步去訓練 你招呼人啊,關心人,都是侍奉的 任何你為耶穌而做,你對人微笑,都是侍奉的 總之凡是你為主耶穌做的,就是侍奉 那時候呢,其實不難的 你去告訴人,耶穌怎麼好啊,為祂祈禱啊,關心祂啊 這個都是侍奉的 當一個人,真的完全沒有侍奉 他是丟在外面黑暗,在那裏哭切齒,是很慘的 哎呀,快哭切齒,哎呀,真是很後悔 哎呀,真是很後悔的時候 這個後悔,是從現在的後悔不同 因為他不能回頭的 然後第三個比喻,就是講到綿羊山羊的比喻 馬太二五章四十節 黃耀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隻是你們既造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造在我身上了 十五節,黃耀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隻是你們既不造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不造在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些二人要往永生裡去 這裏講到,有造在主的弟兄的一個身上 就是造在耶穌身上 任何的事我們做在他身上 任何的好事就是做在他身上 但是沒有造在弟兄的身上 就是沒有造在耶穌身上 那就怎樣? 就往永營裡去,是永遠的刑罰 那這些二人就是做在弟兄身上 就是進入永營裡 那所以就講到一個人真的沒有事奉 完全靈,完全沒有 生命完全沒有改變的話 他是進入永營裡 那你想不想事奉?我想問你問你 你想不想? 我希望大家更多 事奉是開心的,為什麼? 你看著人的改變 你看著人得釋放 看著人生命改變 神有歡喜,神有各樣的明正 去證明祂起業你的 神會一步步名證的 譬如我自己真的很多名證 以前我都講過很多神透過的人 告訴我名證 你將來都會收到的 還有你身體上 你自己身體健康 各樣的東西 神都會祝福你的 還有將來我們都講到 我們的工程要被試驗 臨前十二章十二節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 寵木和佳 在者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一起讀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藏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人的工程藥被燒了 他就要被受批损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哪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這套根基就是耶穌基督的根基 上面人用金銀寶石或者寵木和佳 在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將來會顯露 到那日子 神要將它顯明出來 有火試驗 試驗各人的工程 金銀寶石就存留 但是寵木和佳 是不能夠存留 如果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後面他就說到 有些人的工程燒了 他就要受虧損了 他雖然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根據馬太25章 是說到那些人不得救 為什麼這些得救 這些是他有信耶穌 他有做 不過他所做是草木和佳 即他的生命是有 不過生命是很脆弱 或者很多問題 到底什麼是金銀寶石呢 其實很簡單 你的心就說 耶穌這麼好 我要服侍他 神關心人 我想去關心他們 出於一個這樣的心 就是金銀寶石 就算你做得不太厲害 你見到人就關心他 問候他 為他祈禱 就算是很少的事物 都是存留 當然有些更加強烈的存留 為什麼強烈存留呢 你真是犧牲自己 你真是付出代價 並且你的生命很大改變 你教導人如何存言跟從神 這樣你的生命的質素更加高 但總之你的動機是正確 就是金銀寶石 什麼是草木和佳呢 有些人似乎都是這樣 他真的有心似奉過 不過他似乎的時候 他很在意人眼看他 有沒有人稱讚他 有人稱讚他 他就很開心 沒有人稱讚他 我做這麼多也沒有人稱讚我 這樣的時候 他所做是有虧損 或者他奉獻的時候 他就想讓人知道 他要奉獻多少 曾經有一個人 我親眼看見 當然這個人實際上 他的動機是什麼 我不知道 不過他的做法 是很有問題的 崇拜 每個人都奉獻 就把奉獻放進奉獻袋 但他就不是的 他完了崇拜 然後拿一張支票出來給牧師 為什麼他要給牧師呢 為什麼不就這樣放下去就好呢 耶穌也有說過 他說你捐錢的時候 你幫人的時候 你右手沒有給左手知道 當然這個是比喻而已 你沒有理由 右手知道 左手不知道 但是總之 你不用給隔壁的人知道 這樣的時候 你天上得到賞賜 就是說有些人 他做一些事情 他總要人知道 或者他的動機 他想人體重他 或者想厲害個人 這些動機做的時候 是很多時候是草木和家 就算他做得很大 譬如有些人 他打了很多人的碎獻 不過他總是要誇要 你看我帶了多少人的碎獻 這樣的時候 是有危機 那些是草木和家 所以我們很重要的看 因為聖經也講到 是個質素 就是我們有沒有驕傲 因為是謙卑的 是不是愛主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是討神的喜悅 不是討人的喜悅 那將來真的會試驗 那你就看前面一個試驗 一笑服 一聲燒光 接著到你 糟了 我們是不是傳流呢 大家還有機會 現在 就有很多機會 你所做的可以傳流 而神給我託父就是訓練更多人 其實不難的 輔導不難的 你聆聽人不難的 你回應人的需要 關心他 然後引導他 是不難的 是可以學到的 那你可以學到 怎樣有聖年充滿的能力 為人討告 這樣的時候 傳得住就永遠得上次 是不是很好 我希望大家都渴望 這樣 而有些人 他是有信耶穌 不過他所做的是燒光 就好像這個人一樣 燒光 什麼都沒有了 眼眉毛都沒有了 是不是好 真的 其實都幾多功夫 幾多功夫 但是全部白做的時候 真是浪費心經 熬眼睡 希望大家都會珍惜 即是說神 我願意做得更多 更合乎你心意的 是金人寶石 傳流的 不是草木和街 不是好像蘋果爛了 爛了就要過去了 還有聖天要說 我們生命會被全世界觀看 這裏講的就是講仕途 不過如果仕途要 沒有理由 仕途 這個是仕途 這個有 這個不是仕途不用 其實仕途要 我們都要的 《高林多潛書》四章九節 我想神把我們仕途 明明烈在末後 好象定死罪的囚犯 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氣 吸世人和天使般化 這裏有很多天使一路 我們成了一台氣 即是我們的生命 就像做戲那樣 即不是做戲那些做戲 而是真的有台氣 你一生就在 全部人以前 顯露出來 那些人就個個看到 我們在做什麼 一世人做什麼 那就成了一台氣 吸世人和天使觀看 就是我們所有的好行為 都被全世界看到 那到底罪 是否會供出來呢 這個是一個question mark 那我等一下會解釋 為什麼 在這方面 我自己是沒有一個定論 不過我自己是小心預防 真的要供出來 我真的要小心神 不要叫我供出來 很多醜怪的東西 純粒幫助我 真是所有的罪 我都承認 真是處理生命 因為到時呢 我們那些審判 我們會看到的 我們會看到的 你會看我那些 你會看我那些 你說牧師呀 我以為你好好的 怎麼知道你這麼多醜怪的東西 我都很醜怪的 神啊你幫我 真是在神面前 真是盡我一切的能力 我有犯外罪 我真心悔改 真心離開這些罪 真心不要再走在罪中 這裏我講出 是否要供出來才卸臉 或者不用供才卸臉 因為聖經兩樣都似乎有講的 希望來書八章十二節一起讀 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 不再紀念他們的罪 不再紀念 二塞書四十三章二十節 唯有我為自己的緣故 逃抹你的過犯 我有不紀念你的罪 這裏講到不紀念 不過問題就是不紀念是 審判終結果不紀念 要安探過的審判 Zahlen 審判終始終不紀念 因為源太少了 cursor到 Hindu 法人所說的行話 句句就要供出 Nakano 亦都講到 按著本身所行的 或善惑惑仇部 到底是否要供出來 由這些經文 似乎 但是我們就會明白 聖經沒有矛盾 乎說成故事不紀念 如何不知道是否完全不紀念 以及這個供出來怎樣供法 如果這個供出來在全世界面前 包括我們的講閒話 即是基督徒的好東西供出來 那當然是好 不好也要供出來 這句經文已經足夠說 我們的不好也要供出來 問題是到底是怎樣 我們到時要知道 就是怎樣到時去問神 好了 下一點要講 就是活在罪中是不能承受神的國 有些人就說 我繼續犯罪當然有罪 有罪沒有問題 不是就是犯罪沒有問題 犯罪求主赦免就沒有問題 有罪求主赦免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罪不得赦免是很嚴重的 我們信靠耶穌白白得救 但在罪中不悔改 生命是有問題 是可以不得救的 馬太七章21節 凡清夫我主下主下的人 不能都盡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去 當那天哪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下主下 我不是奉你一名傳道 奉你一名趕鬼 奉你一名行許多二林嗎 我就明明告訴他們不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身上 我的人是離開我去的 就是說這些人呢 他們是做了很多好事 不過他是表面 他裏面不是真的尊敬神 或者他是為了錢 有人是為了錢 為了錢要做這些事 或者為了其他原因 或者為了名利 或者總之別人看起他 這樣的時候 他生命有問題 耶穌說我不認識 不認識他 為什麼跟耶穌沒有交流 我想問大家 耶穌跟你有心有沒有交流 你犯罪有沒有提醒你 接著你回應他 這個交流 耶穌就認識你了 如果你跟他沒有交流 是不得夠 有些人他回教來 但是他跟神沒有交流 他生命是有問題的 不遙恕人也不得遙恕 那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覺得 哇 這件事是不是這麼重要呢 很多人說 有些人我還沒有遙恕完 馬太路章15節 你們不遙恕人的過範 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遙恕人的過範 這句話呢 有時候說 我都 人人總有些少生氣的 有很多人就沒有這麼大的處理 我想講講一個見證 就是有一個人 就在報永康的報道會裡面作見證 他去過天堂地獄 又去到地獄的時候 天使跟他說 如果你今天 你生命的策是關了 你今天就留在這裡 他說有沒有搞錯 天使就拿出經文就告訴他 你未來這裡之前 你生氣了你的太太 你不肯遙恕她 她太太一直請求她遙恕 但她一直不肯遙恕 然後她跟著撞車死了 天使就說 如果按照這句聖經的經文 你是不能得赦臉 她那時候真的嚇到不得了 沒有得出聲 但是天使說 我還給你機會 神給你機會 你可以回去 他回去告訴別人 那些人個個都馬上 全部看看還有誰還未遙恕 快點去遙恕 立刻 個個都走去遙恕 死了 然後真的不遙恕的時候 神不遙恕我們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人你還在生氣 你的心很不喜歡他 你見到他很眼淵 他又不好 我們知道他不好 但是你見到他有一種仇恨 就是有不遙恕 你能夠看出他 其實他很慘 我看出他 我遙恕他 我祝福他 你的心就鬆了 並且每一次想回他 你都遙恕他 祝福他 他是很慘的 你的心就遙恕他 那你的心就鬆 你就越來越鬆 那你就完全釋放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 仍然有些不遙恕 我鼓勵大家 每一個 你都真心去處理 不要讓這些不遙恕 留在心裡面 因為不遙恕 後果是什麼 不遙恕 是很慘的 行在罪中不能承受神的歌 很清楚 一起讀 必不能承受神的歌 做什麼不能承受呢 《加勒泰書》519節 承擾的事都是顯然而見的 就如奸淫污衛邪蕩 拜偶像邪述 仇恨 憎恨 忌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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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有告訴你們 行者和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見過基督徒有爭敬嗎 競爭嗎 有些仇恨 有些生氣 有些結黨 分開一黨一黨 紛爭 有沒有疾度嗎 嘩 疾度都不行嗎 其實任何罪都不行 任何罪都要悔改 即是任何我們看不起一個人 看不過眼一個人 對他有怨恨 全部 如果沒有認罪 沒有悔改 都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國 有些基督徒一輩子都在一種怨恨 有一個人 他以前傷害我 我以後都生氣死他 我生氣到我 永遠都生氣他 他以為這樣可以報復 其實不會報復 只是報復回自己身上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這句說話大家記得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到不能承受神的國的時候 表情是怎樣 很害怕 很害怕 不能承受神的國 我希望大家 真是說神啊 我不想這樣做 我講這些經文 希望大家不是害怕 而是說 我有耶穌 耶穌死了一切的罪 而我同時 我是不要讓任何的罪留地步 因為罪一定有破壞性 這是一個影片裏面的 那兩個人去了地獄 就是那位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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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見那些人飛下來 一路著火飛下來地獄 那裡 就是那裡 他這個作為參考 他就看見那些人落地獄 就每個人都被燒著火飛飛下來地獄 將來那些落地獄的人 其實都是很慘的 我們真心求主寫滅 神一定寫滅 其實很簡單 求主寫滅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處理生命的問題 有人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事 公義的必要 射滅我們的罪 死靜我們一切的不義 到審功的時候 有個人說我生氣過人 然後你說 哎呀我真的有生氣過 不過神說 你求我射滅你 真心悔過我已經射滅你的罪 你說真的好 多謝耶穌 那個人就很慘 但是我們真心悔過神的射滅 我們真的是一個大恩來的 詩典五十一篇十七節 神所有的祭神而憂傷之力 神啊憂傷痛快的心 你必不輕寒 一個憂傷痛快為罪痛快的心 神不會輕寒 神不會輕寒 神不會看小的 還有呢 真悔過要產生果子 有些人很喜歡說 你有否悔過? 求主射滅、射滅、射滅 那就叫悔過 真悔過是怎樣 是會有果子出來的 路加三章八節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以悔過的心相稱 不要自己心裡說 有阿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 神能從這身石頭中級 阿伯拉罕興起子村來 現在虎子已經放在樹根上 凡不結好果子的樹 就坎下來雕在火裡 即是說沒有結果子的時候 他的心裡就有問題 就要坎下來雕在火裡 所以悔過是結出果子的 極大的謊言 是引致有些人落地獄的 是甚麼呢 總之信耶穌不論生命都一定得救 這是謊 這句說話 不要告訴別人 你信耶穌就可以了 一定告訴別人 你信耶穌一定跟耶穌有關係 所以不要只是傳福音就說 你信耶穌就可以了 一定說他繼續跟神有關係 繼續親認神 遵從神 這就是基督徒應該做的 討神喜悅不難 有些人說 這樣就很難了 死了 看了這麼多經文很害怕 我們一起讀 上面到下面 犯了罪求主赦免 神就喜悅 真心討告 神就喜悅 真心愛主 神就喜悅 吸小子一杯涼水 神就喜悅 不是假意 神就喜悅 這樣難不難了 你犯了罪便求主赦免 神就喜歡了 然後你真心討告 神又喜歡 真心愛耶穌 耶穌我真是愛你 我多謝你 神又歡喜 一杯涼水是夢難不難 不難 神又喜悅 那你更多 神又更加喜悅 你幫助人的靈靈 神更加喜悅 你不是假意 是真心 神又喜悅 其實你真心做的 多小的事 神都歡喜 那難不難 其實是不難的 是吧 好了 真信主的果子 我們以前講過 一起讀 悔改靈罪 信革主 這些就是和主救恩有關的 然後親近神、愛神 就是與神的關係 遵從神、侍奉神 就是行為有關 就是三方面 一個是和救恩有關 得救的時候悔改信主 但我以後都悔改信主 然後和神的關係 如何繼續親近神、愛神 然後繼續行為上 遵從神、侍奉神 就是這六類就是 驕徒應該行的 即是我們有信心 我們有的果子 我們悔改、信主、得救 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不是靠行為 但這些是得救的果子 所以去到天堂的時候 神不只是問你得救的方法 你有沒有信耶穌 不只是問你 亦都問你得救的表現 得救的方法就是 我真心悔改信耶穌 我做過救子 我得救了 但得救的表現是什麼呢 齊獨 我信靠、親近、遵從我事奉神 證明我是得救 你真心得救的人 就會有這些表現 所以去到天堂聖經 很清楚說 不只是問你有沒有信耶穌 而是說 你和神的關係是怎樣的 好了 那這個強盜 在耶穌旁 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 今天你要和我再樂園 你了 那有些人說 他都沒有侍奉過 其實他在十字架上 榮譽耶穌 就已經是侍奉過 是不是 他在十字架上 他指責那個強盜 然後他真心地呼求耶穌 他這個就是一個美好的見證 給人看得到 他真是愛耶穌 他這個已經是生命的見證 已經是好行為 所以好行為 不只是做出來 在我們的言語 在我們的心態裡面 都會有表現出來 但當然 你不要只是心態 我很愛耶穌 我心裡很愛耶穌 我們這個行為上 都會有愛耶穌 但什麼難了人 不遵從神呢 不信呢 有很多人不信 真的要審判嗎 還有很久啊 你慢慢來 等我先老 我先退休 有很多人來講 不是相信 現在犯罪有現在的後果 不尊重神 覺得神 不是那麼緊要 等於我都不斷 我相信耶穌就行了 在懶度 拖延 將來才算 情緒困擾 有些人就是情緒 經常都 我都太多麻煩了 我沒有力了 或者沒有憐憫的心 見到人沒有憐憫 這些就爛了 希望我們都處理 有沒有不信呢 有沒有不尊重神呢 我們就學去 真是相信 神講什麼就相信了 我是不敢 不聽神的話 因為不聽神的話 後果最嚴重 如果你不聽法律 你可以被法律懲罰 但不聽神的話 是永遠的懲罰 是很慘的 所以我相信神 所有說話 相信神的恩典 尊重祂 其實懶惰 是不是懶惰的人 懶惰的人 懶惰的人覺得 懶惰是舒服的 躺在那裡 很舒服 很舒服 但勤力慣的人 懶惰的人 懶惰很辛苦 你回去做 好像很辛苦 但我們 勤力慣的人 幫人是開心的 看聖經是開心的 事奉是開心的 事奉是開心的 還有拖延 為什麼拖延 其實我們現在的時間 都是可以跌出果子 不要浪費了 不要等到老的時候 老的時候做不到多少事情 現在做到很多事情 有情緒困擾 就處理 等我們每天都開心 處理和神的關係 自然就會情緒開了 好了 有憐憫的心 也都是神好起業的 如果耶穌今天回來 你準備好沒有 如果耶穌回來 今天會不會說 你又良善又忠心的 無人 又惡又懶呢 這個有我們 求主幫我們 在這一陣子審查 一起起來 一起祈禱在神面前 神啊 如果耶穌今天回來 神會說 你有 Di De Di De 愛心 都好 Di De 都好 都好 這個永恆全流 如果永恆全流 神說 你有Di De 有Di De 都好 不過 有Di De 真的太少了 如果中間有些生命 真的有問題 神主 謝祈禱 有Di 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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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